这一支影片要发展连续型随机变数的期望值 变异数标准差的定义 这个定义就要用几率分布函数和它相关的积分来定义了 但是在我们进入连续型以前 我们先复习离散型随机变数的那些定义 因为稍后我们就会看到 只要知道离散型的定义 就做一个对应的转变 就会得到连续型的刚刚说的那三种定义了 现在我们令X是一个离散型的随机变数 这意思是说我们做一个不确定结果的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实验 那么做一次之后我们会得到一个可能的数 那么这个离散型随机变数X 所有可能发生的数只有X1X2一直到Xn这N种 那每一个数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它的几率 就记作P of X1或者P of X2一直到最后对应的P of Xn 那么在这个条件之下呢 X这个随机变数的期望值写作E括号X 也很习惯地写成另外一个单一的希腊字母μ 它的计算方式就是可能发生的数Xk乘上它发生的几率P of Xk 然后K从1到N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有了期望值μ以后呢 变异数的意思就是 就是X-μ平方的这个新的随机变数的期望值的意思 那写成一个数学展开的公式 就是Xk-μ的平方这个可能发生的数 乘上它所对应发生的几率P of Xk 然后K从1到N全部加在一起 有了变异数以后对它做一个平方根 我们就说它就是X这个随机变数的标准差了 现在终于我们就要用离散型随机变数的形式 推论到连续型随机变数的期望值的定义了 假如X是一个连续型的随机变数 这意思是说有某一个不确定结果的程序 执行这个程序以后所产生的那个不确定的数 它有可能是所有的实数的任一个实数 在这个情况下随机变数X要满足一个几率分布函数 P of X 在数学上我们已经知道了 P of X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好了 第一个就是P of X的函数值永远是非负的 大于或等于零的 第二个是P of X在整条数线上的积分必须要等于一 有了这些知识以后 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知道的 对离散的随机变数来说 期望值的定义是X乘上它发生的几率P of X 让K从1到N做一个连加 现在要把它从离散变成连续呢 这个连加的符号就先把它换成积分符号 然后呢这个数据X就是某一个产生的这个随机变数的X 就写下X 然后它的几率就要换成几率分布函数P of X 于是就形成了新的定义 也就是说连续型的随机变数X的期望值 就定义成X乘上它的分布函数P 在整条数线上的定积分的值 同样的连续型随机变数的变异数的定义 仍然是来自离散型的那个定义 同样的样子超过来 也就是说这个变异数呢 要等于新的随机变数X-μ的平方的期望值 从刚才我们所知 期望值的积分定义会知道 这个期望值就是X-μ的平方 乘上分布函数P of X 在整条数线上的积分 那么同样这样做出来的变异数的单位 会是原来那个连续型随机变数的单位的平方 于是我们又把它取了一个正的平方根 来定义它就是标准差 也就是Sigma是Variance 是变异数的平方根这条公式 期望值变异数跟标准差 都是统计里面非常关键的观念 那同学们将会在统计课 或者经济学的课 或者甚至于是地球科学物理化学这些课里面 还有生物学你都会碰到的 在我们这个课里面 我们的重点并不是要教各位同学应用 你会在专业的课里面学会应用 在这边只是希望就数学的立场 教同学们知道这些定义是怎么来的 还有当然很重要的 它怎么样定义成积分的式子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用这些定义 做一些积分上面的练习